我翻车了 昨天只播做手抓饼 我煎糊了 所以开始有人质疑说 你凭什么做一个美食博主 看着完全没有一点经验 之前的视频都是找人拍的吧 其实我以前只把做菜当做一个爱好 分享给你们自己的做菜方式 是你们的喜欢让我成为了一个小博主 也是你们让我拍视频有了一种小小的使命感 所以有时为了做好一样菜品 会翻页各种教程 也失败过无数次 上班偷偷看菜补 一次不成功 我就做两次 三次 用心把它做好 以比较完美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虽然有人不看好 但昨天直播过后 还有小伙伴私信安慰我 你们真的太暖心了 一路走来 有这样的你们喜欢我 我真的很荣幸了 你们的支持 就是举此坚持下去的动力 我会继续努力的 前路漫漫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